有園謹日前巡邏時發現一名十歲的小男童 已經深夜十一點多了 還獨自一個人坐在路邊 上前關心說要帶他回家 小男童突然間開始嚎啕大哭 一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他為了打手機遊戲 跟阿嬤起了爭執 夫妻離家出走 一個人在深夜徒步走了一公里 隨後園謹聯絡上男童的阿嬤 也通知他將人帶回 深夜十一點多 園謹巡邏看見一名十歲小男童 獨自坐在路邊上前關心 說要帶他回家 男童卻突然嚎啕大哭 詢問小男童名字和地址 只見他哭得上氣不接下氣 連話都無法好好說 園謹耐心引導 等到小男童情緒平穩 才終於說出阿嬤的手機號碼 事發在台南 原來這名男童28號晚上從補習班回來 想要玩手遊 阿嬤叫他先去洗澡 兩人就起了爭執 小男童父親離家出走 在深夜十一點多 獨自一人走了一公里 來到這處路口呆坐 被園謹上前關心 引導及聆聽小男童哭訴內心的委屈 之後也順利聯絡到六十多歲的奶奶 急衝衝的趕到現場來帶回 阿嬤發現孫子不見了 差點報案 接獲通知趕來現場和孫子相用 對於小孩來講 說話的口氣是非常重要 特別對小孩就會一上對下 哎呀你幹嘛一回來就弄手機 能夠兼同一小孩 是不是有一些他特別需要休息的狀態存在 後續的對話都會比較順利 而不是那種針縫長罪 為了手遊離家出走 男童絕對不是單一個案 學會如何和孩子相處 除了讓家庭關係和諧 也能避免類似事件再上演 九紅布奇 台南報導